我们刚刚讲到说 这个解放军加强的演训 可是回来我们看看 那台军做了什么样的准备呢 最起码我们今天 我们可以讨论一下 就是国防部所公布的 这个112年国防报告书 这里面其实谈到了几个重点 那但是呢 是要推动乡镇作战 还说要增加防卫密度 真的有可能有办法吗 现在大家都一直在谈说 不要把台湾变成乌克兰了好吗 尤其我们看到一个新闻 真的觉得触目惊心 因为您看乌克兰抵抗俄国侵略 一年半了 说估计大约超过两万人截肢 其中许多还是军人 蒙受肢体的损伤 甚至还有心理的创伤 欧洲从第一次大战之后 没见过类似的惨况 难道要把这样的惨状 是要复制在台湾这片土地上吗 奉音 乌克兰最惨的时间点 还没有出现 我们现在已经看到 乌克兰战场上面的残月弹壁 我们就看到那种残破的那种景象 但那不是它最糟的时间点 就是它的未来所产生的伤害 要比现在还要多很多倍 至少有两件事情 我们可以来观察 第一个当然就是地雷 因为现在你看到俄罗斯 它其实已经密布了三道防线 然后不管是地雷区 那个地雷区都是几公里的地雷区 然后再加那这种地雷区 其实你要扫雷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所以就会不断地产生这一些 造成的受伤的一些状况 这其实在越战的后期 那时候在柬埔寨的情况 是非常多的 到今天为止 还留下了非常多的 这个残忍的一些情形 那么然后后面蚝钩等等的 那第二个部分是 美国现在英国已经提供了 瓶釉弹 美国也要提供瓶釉弹 俄罗斯说 所以我也要用瓶釉弹 那瓶釉弹呢 它不是攻击了之后 就能够解决问题的 它攻击完了之后 残留的这一些辐射 短期之内是消不掉的 那它就会长期的危害这个地区 所以它的寸草不生 而无人道的一个 那个区域范围就会出现 所以我才说乌克兰 如果我们看到那些残破的景象 我们觉得触目惊心 那我必须要告诉各位 它还没有到最残破的情况 所以我们就回头看 国防部的白皮书当中 我必须说国防部的报告书呢 居然承认了一件事情 就是滨海跟贪案 都已经阻挡不了了 它就是因为已经承认了这件事情 所以说国土众生不够啦 然后呢除了在滨海啦 贪案之外呢 我们就要开始 小型的 个人式的 然后可惜式的 然后用这样的方式 然后利用建筑物 什么叫做利用建筑物 当然并不是军事建筑物 而是民用的建筑物 那不就民宅吗 就是民宅 那其实我看了之后 是非常难过的 好 这是一部分 另外一部分呢 就强调异物意这件事情 那我们前两个 昨天呢我们知道说 它要缩减自愿意的人 然后增加 用异物意来取代自愿意 请问一下是 自愿意比较有战斗力 还是异物意比较有战斗力 当然是自愿意比较有战斗力 因为它训练的时间 是比较久 所以它要把自愿意的人数减少 那异物意能够做到的是什么呢 就是人海战术 所以我们要用城镇 然后要用个人 然后要用人海 然后去对抗解放军的 最先进的科技战 这就是我现在看到 在报告书当中 我觉得对台湾人来讲 其实最残忍的一个情况 因为我们真的不太可能 跟中国大陆去打科技战 我们都说无人机很重要 美国送我们无人机 卖给我们无人机很重要 但是大家没有想过的是 以中国大陆生产无人机的成本之低 美国的一台 中国大陆其实这边 至少生产十台以上 至少 这差距是非常大的 而且更不要讲说 这里面还有很多卫星操控 等等的一些问题在 所以当我看到 国防报告书都已经承认到这种程度 可是其实台湾没有什么太大的决心 没有 我觉得 我觉得它不只是乡镇作战 而且要用异物意来做人海战术 我真的很想问 我们真的要送多少的年轻人上战场 是啊 好残酷的现实 而且一旦开战了 可是觉得就在不远处 一旦开战了之后 我知道其实我们身边有很多朋友 他们都开玩笑 这就是纯粹开玩笑 说哎呀 这开战了之后我们就赶快投降 然后事情就结束了 这样子 就觉得战争可能只有一下子 其实我觉得现在呢 国防部所设想的战争状况 战争不会这样结束 因为里面会有人逼你不可以投降 那不就跟乌克兰一样吗 对 亚述营 台湾的亚述 所以你要注意他的现兵 为什么要增加这么多人 他是回过头来 要逼每一个人作战的 他要逼每一栋建筑物作战 所以我们以为 我们所设想的最坏状况 可能以为最早就是开战了之后 然后反正事情就解决了 我要告诉各位 可能不是 一旦开战了之后 光是内部上面所形成的那一个 那些事情 就会让台湾不太可能保留一个 相对正常的面貌 他不会 他再也没办法正常化了 哎呀 讲得太沉重了 真的 越听越沉重 心里都凉了 可是怎么办呢 就像我刚刚讲 我说真的啊 就觉得越来越是往那个方向 但是我们并不希望往那个方向 所以刚才讲2024很关键 一场选举定生死吗 不过呢 这个强哥刚刚在讲 我们当然就要加强国防 可是现在我们有这个能力吗 大陆的造舰能力 大家有目共睹 有人形容如同下水角一般 而且还不断的升级 那么再来看台湾了 第一艘台湾自主研发建造万顿级两栖船物运输舰 也叫玉山舰 今年六月成军 不到三个月竟然就传出轴承套磨损严重了 负责建造是谁 是台船 然后就说其实玉山舰轴系量测数字 跟交船之前一致 施工过程都有按厂商计算的标准 绝对不是船厂施工的瑕疵 所以要新品更换 那不是这个瑕疵 那问题出在哪里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 要交代清楚吧强哥 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 刚刚除了奉心讲 现在这个两岸的局势 然后我们乌克兰的那种 我们讲那种悲惨的情境 就历历在目 我想其实更严重 还有一个东西是 我们的政府都在演戏 你都在演戏 你说这些军舰什么的 你看之前很多装备 连最基本的 不管是钢盔 还有所谓防弹背心 什么都有问题 都可以出包 大大小小的 你想得到的 为什么 因为说真的 他就只在演戏而已 然后这个政府 我跟他讲 很多一体试用 你看那个超市 可以这样搞钱 那个能源可以让他搞钱 我们只是讲 国防你没办法去看 很仔细 因为国防有一个 国防机密作为遮羞部 那也可以搞钱 对 当然也是 你今天偷工减料 或说你今天中间 有些人谋不脏的东西 你才会搞出这么烂的东西出来 你弄个武器都一堆 出一堆包 那最后再拉回来 我跟大家刚刚凤馨讲了 我觉得说真的 国防部这次的 那个报告书 我看是吃了诚实豆沙包 要给他肯定 他已经承认了 你承认就是要打城镇战了 不是吗 我跟他讲 为什么就打城镇战 你就从最基本的军事逻辑 到底来讲 现在共军号 解放军号 他到哪个地方 到什么地方 我们才会有人去阻拦他 你知道吗 到什么地方 24海里线 不是吗 现在老共要到哪都可以到哪 台湾只要他现在还没越过的 就是24海里的临街区 对不对 那你想 确定吗 不确定 对对 不确定 甚至有一些传言说 其实已经过了 有人说已经过了 我现在是讲 官方 其实已经过了 就是说你从卫星图上面来看的话 应该是已经是穿越了 但是国防部不承认 对对对 我是民进党的这个相信者 我先相信国防部的那个说法 24海里 那我跟你讲 今天真的要打仗的时候 你代表什么 众生本来就全部不见了 今天 解放军今天 他也 他现在 他军演 他也没有一定要宣布军演 更不要讲 他也不一定要宣布宣战 他已经 你历史上最多的舰艇 跟所谓的那个 那个攻击 60海里的 你看距离 就到那边去了 真的都这么近了 好那我跟你讲 我现在在20海里边演训 演训完就上来了 你还有众生吗 你就没有众生啊 你接下来 你没有众生以后 你当然国防部就大诚实 大白化了 请大家守备好 地形地物地貌都要善用 对 要乡镇作战 就乡镇作战嘛 城镇战就开始了嘛 而这城镇战其实也是 我坦白在两强对抗过程当中 也是看战争的那个历史经验嘛 现在最简单一件 最成功的一个案例 就是乌克兰啊 是啊 从美国的角度来讲 乌克兰是成功案例啊 对不对 那只是对我们来讲 那是死亡案例啊 好来那上志 现在我们说 你台湾你说 我有美国可靠 我另外还有日本 因为日本现在跟美国 好像是一个同盟一般 所以呢 现在台湾有事了 来靠日本行吗 就算是没事了的时候 我们只是一个科研船 都会遭到驱赶啊 不是吗 你看光是这个日本 我们好挺他们 这个排放核污水入海的时候 我们讲了多少 跟日本官方一样的话 引用的都是一样的数据 那么但是呢 9月10号 台湾有海研1号研究船 在乌石比海域 在北部的地方 竟然就传出 有遭日方海上保安厅的船舰 来干扰来驱赶 那个时候不是还有 我们的海巡舰在旁边吗 没有用 日本根本就不甩台湾 日本不甩台湾 所以就像先前 苏澳地区的那么多的渔民 那么只要是在 钓鱼台的附近的海域 其实还钓鱼台很远 但只要是日本的海巡艇 认定你就是接近 或只要涉嫌是 侵入他们的接近海域 它就驱赶你 而且那个部分的不礼貌 所以这次连研究船 连有我们本身的这样的海巡船 连都不理了 就不鸟你 其实就是了 我觉得其实这凸凸 一个东西就是 我想先前志强在 在马英九时代当中 其实我们对护鱼 或跟日本的关系 是比较强硬的 但当你越强硬的时候 其实都知道 反而人家会对你越尊重 我觉得外交跟所谓 这种国际关系是这样的 不是你一直现在 像民党政府这样 一直趋言覆势 或者像谢长廷那样 基本上已经就像 日本的走狗跟买伴 到这样子的地步 一切就是以日本的 benefit privilege 以他们的利益为依规 然后解释 我们该怎么配合 给日本这些利益 所以我觉得要注意刚刚讲 核心还是我刚才提出 这个东西 就是我们现在观察 民进党现在整个 所谓的台独 台独这个本质结构 他们开始做了一些 非常狡猾的 狸猫换太子的转换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中华民国 在他们想要用的时候 还是披着你这个中华民国的外衣 来东说西说 连赖清德过去中华民国 都不从他嘴巴有说出来的 现在他都说了好几次 因为都已经沟通清楚 但是呢 他们现在来做的是 台独的实质行为 什么叫实质行为 我刚刚提到最严重的东西 就是最后把你整个台湾的岛 你的预算 你的人民 你的土地 全部交给美国 都变成美国的整个军事基地 在我描述当中说 最后那个极端的部分是什么呢 最后极端就是美国的海军陆战队 就是在台湾几千人 就在这里 最后就是美国所有的军机 航空母艇军机 随时都可以在加山计划区 花莲 在台东制航基地 在清泉钢基地 随时爱下来就再下来 未来尼米兹号 要在基隆 要在高雄 说要来运捕 要来怎么样 爱停 他们爱怎么停就停 整个台湾岛就这样 而这就是现在民营党 或赖清德 未来他会变成的 那个台独的实质的行为 小 则是像我们现在刚刚讲 日本任何的部分 只要符合他们的利益 全部交出去 大则是在我们所有 从国防人民到预算 土地海滩 布你们美国 全部都给美国 这就是现在民进党的 台独的实质的部分做法 但现在我们要特别注意的部分 其实就是要注意 现在这个部分的做法 其实它会有一些 超乎我们想象的 我以前就是之前在 在最早就是在 预警的节目当中 披露大家要注意 九月十四号的 在台北的国防展 这是历来最大规模的 就在这个星期五 星期六就要登场了 我这次很有意思 因为它现在展场 已经开出来了 这里头包括我们中华民国 也有我们中华民国的管 最后可以看到 我们的所有的国舰 跟所有的我们自己国家 制造的武器的一些 供应院等等都在里面 但是就这几天 非常有意思的是什么 所以整个台湾的部分 包括股市界跟投资界 赫然发现 有好几个上市公司 原来都在做我们国防武器 是我们过去不知道的 在这一次这个管在披露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加仕达 加仕达的部分 大家就知道 现在很没看好 股市人一摸昏起来 这就再下来 但是这次才发现 加仕达竟然正就是 接了国防部当中 在做无人机 非常重要 无人机的国内的 变成是军工业的厂商 那么作为加仕达竟然 而且因为 为什么现在不知道 因为过去跟国防的 合作的合约 是不能纰漏的 所以都不知道 一直到这一次才知道 所以这一方面的影响 我要讲 大到一个民进党 对我们从台独 刚刚讲国防的 这样子的战略 小到其实影响到 我们的产业 不只是现在我们 所有一切都要卷入 这个两岸军火 这个威胁 连我们原来以为的 就是产业 就是做很多国际 科技贸易 的这样子的公司 他们也都陆陆续续 以后越来越多 会被卷入 当然很多对投资者来说 可能是军工业 可能有一波 可以投资的利多 既然有战争 就有战争财可以发 也可以这样想 但是最后背后付出的 是我们整个台湾 命运作为代价 今天我们看到 在蓝营召开 这场记者会 简直就是在讲 机态 超司 光电产业 背后真的有 黑幕重重 千丝万缕 大揭秘 到底绿营在后面 搞了些什么 无鬼搬运呢 那当然这个里面 谈到了很多人 比方说 这个桃园市议员 林涛 那他踢爆了很多 提到的是有 这个超司公司 登记的地方 所有人是谁 是前调查局 台北市调处 机重站主任 叫秦台生 大家可能不认识他 但是他过去 他是家和纺织 独立董事 又是家和纺织 负责人 汪茂中的 麻吉 好朋友 但是你知道吗 这个秦台生 他又是超司 负责人 秦雨桥的弟弟 还说过去 就利用他的职权 有位特定的诉讼 为是 秦台生以前 是在调查局的人 所以他其实在调查局的时候 还蛮有名的 好 然后呢 那就认为说 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有鬼吗 而且还说 现在我们最近在关注 就是秦台建设 好的 这个案子 说副董 现在这个担任副董的 前警政署副署长刘伯良 过去还涉入到 汪茂中的案子 然后汪茂中又捐政治现金 给民进党 甚至捐给萧美琴 所以就说 这个里面 是不是什么超司 机态 光电案等等 都跟这个汪茂中有关呢 他跟民进党 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因为常常都觉得说 好康都是这些绿营的 绿油油 在背后 所以就觉得 是不是在这个里面 大有文章 否则的话 凭什么超司 能够在那里卖鸡蛋 请教一下 奉行姐 如果是秦台生 你会觉得说 他之前跟鸡蛋有关吗 因为秦宇桥 他在整个五十万的资本额 他都只出资一千元 那个出资四十九万九千的人 到目前为止 都还是总竟然 都还是常敬人 你完全不知道 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现在才知道说 原来秦台生 是秦宇桥的弟弟 而登记的所有人 其实登记地的所有人 就是秦台生 我觉得这里面 我觉得突然就窜起来了 我们必须要理解 就是说 我记得那时候 在高端案发生的时候 我问了一位民进党的人 说 高端过去的记录 没有那么的漂亮 你们有很多 可以合作的人 比如说 排康生也可以合作 那为什么一定要去 跟高端合作 因为排康生 他相对来说 可能那个技术 各方面的能量 还比较大 而且之前呢 其实也确实有 国际上面的疫苗大厂 想要跟他们合作 那他给我回答一句话 他说 他说 就是因为 可能过去的记录 没有那么好 那这个时候 你拉他 那你能分的就比较多 你知道吗 就是说 如果 这有点像 就是说 我今天如果要 升一个人的官 我要确定 他对我死忠 对我一定要忠心耿耿 我一定不会去提拔 那一个 绩效排名第一的人 我可能去 去搭拔一个 绩效排名 第十名的 那这个时候 我过格 把他升起来的时候 他一定要对我死忠 那除了我 谁会去提拔他 那在企业的关系上面 也是如此 如果他是一个 这么合格 这么棒的一个厂商 我要告诉你 我这个时候 把东西交给他做 他还觉得 我欠他人情 对不对 因为他会觉得说 我是帮你忙啊 跟你拉着他来 进来赚大钱 那是不一样的事情 感谢你的提拔了 是 所以 这里面就 打通了我一件事情 就是说 你们要合作 你也合作一个 更像样的公司嘛 怎么会是小吃店 来负责快筛 小吃店来负责 然后去做几亿元的 蛋品的生意 好 那所以你就 护航会护到 没有底线 我今天要正式的说 因为之前 陈吉仲为了 谋财害命 四个字 然后去告人 对不对 但是今天 你看到那一个 蛋品 可以过期到 这样的一个程度 那真的就是 谋财害命了 你就没有别的话 可以来讲了 是 因为 首先这个 蛋品本来就有保鲜期 所以在台湾的 蛋品的保鲜期 席选蛋 就是它表皮的那一些 那种什么病菌 病毒 都已经清洗过了之后 席选蛋 它的保存期限 都只有一个月 这是台湾的新鲜蛋品 对 都只能够一个月 的情况之下 你居然告诉我们说 你给巴西的蛋品 是120天的保鲜期 没错 好 可是呢 巴西自己生产者 告诉你说 我的保鲜期是110天 是 清清楚楚 都有这个字样 110天 那不是很高 就生产的产商认为 说保鲜期是110天 然后你居然说 可以到120天 那你有去查过那个厂 它的保鲜 还有你有去查过 这个运输的物流 突然之间 它可以保鲜期 比巴西还要多10天 比台湾的这一个 所有的蛋品 还要多90天吗 那即便是120天 你都还过期 今天台农蛋品 才承认了说 我们物质 所以我们就下架了 你对于巴西 到底是谁供应你的 你不知道 然后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它现在仓库里头 放了多久 你不知道 然后呢 接着从仓库 送到这一个 送到那个海关 然后接着 运到船的时间点 只有这个时间点 是确定的 所以上船之前 多久的时间 然后 这个我们是不知道的 结果你是从上船 那天开始算 120天 结果都过期 你怎么 你怎么会把 台湾人的性命当什么 把台湾人的健康 当什么 从高端的事情 你觉得他有把 台湾的人命当命吗 可是你要知道 这件事情是 每一个人都懂 请问一下 蛋的保鲜这件事情 你我告诉 你请你告诉我 有谁不懂这件事情 对 疫苗我们可能不懂 鸡蛋我们不会不熟吧 他会猖狂到这种程度 没错 就是他可以 嚣张到这样的程度 这太不可思议了 他到底是把我们 当成无知的 到什么样子的一个程度 他才敢做这种事情 所以我想连婆婆妈妈 都会气 基层的百姓最有感 然后现在 权力猛攻 拎北好游 因为他揭发了太多的事实 我要请教一下强哥 人家就是上面 就是清清楚楚的 对不对 shelf life 110天 然后农业部还说120天 所以现在你根本就是什么 大家讲瞎扯蛋 强哥 其实真的是感慨万千 我讲一个我自己 我上礼拜去回家看妈妈 我妈知道我爱吃蛋炒饭 就一盘蛋炒饭 要给我放六颗鸡蛋 因为我非常爱吃鸡蛋 我跟大家讲 我们所有观众朋友 鸡蛋几乎是每天必用品 每天每个人 几乎每天都要吃鸡蛋 他这样搞你 你受得了吗 我先不讲那个 所谓里面的那个贪腐 那个绿油有分赃 我就讲食安 我就讲今天健康 我就讲他害命 就这么简单 台湾的蛋 刚刚奉行讲了 一个月 对保存期限 你为什么跑去用巴西的标准 你跟我讲嘛 为什么是巴西的标准 为什么巴西的蛋 就可以放比较久 你讲个道理出来 为什么我们的鸡下的蛋 只能一个月 为什么他的蛋就可以 四个月 一百一十天抱歉 即便用一百一十天 那个离谱的巴西标准 你还要给他加十天 江哥我跟你说 其实陈其重之前 就曾经讲过什么 巴西蛋的保鲜期限是多久 我们先来听一下 那是应该是四月吧 来我们来听一下 今天鸡蛋有说要一个月安全保存 那想问说 那保存方式是如何 那你只说最常可以保存多久 我们还是期待消费者 都买自己国内的鸡蛋 因为这个就是期间最短 最新鲜 那品质最好 那我们也做过 委托学术界 做过相关的研究 如果十五到十七度的 这样的一个温度 那至少可以维持在 两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期间 那有些国外 因为所谓的地理 还有气候条件不一样 有些国家甚至到三个月 好啦所以三个月 现在是一百二十天 两个月三个月一百二十天 你就是为了超市 你另外特别给超市一个 特别的一个待遇 一个特别的宽限 那可是你看这个路径 这种说服轨搬运的方式 它其实是一个套路 你今天看 搞得半天机态超市跟光电 搞得半天 这些都是同一个集团 很难想象 你以为是不同的行为事件 居然全部可以牵扯在一起 一个鸡蛋 一个光电 因为为什么套路一样 就找同样的一群人 在后面用这个套路公式 去做 你今天去看 今天陈其中最可恶是什么地方 它缺蛋搞得缺了我们两年的蛋 它是个无能的部长 无能就创造了庞大的利益商机 因为它的无能创造了商机 因为它缺蛋 我们需要进口蛋 它就想到 哇 进口蛋给我逮到了 所以就搞出这一套 为超市量身定做的一个系路 然后五十万资本 搞了半天 原来后面是秦台生 也涉及翁中茂的弊案 那搞了半天秦台生 又连到 另外一个什么 刘伯良 对 刘伯良 又跟这个光电的弊案 又跟这个机态的这个建设 也有关系 就是千丝万缕 那你就发现 这就是一个集团性的东西 那这些民进党的官员 你会发现 他每次遇到危机 第一件事 你不是想解决问题 想赚钱 想想先怎么捞再说 高端也是啊 超市也是啊 光电 缺电就开始去 搞光电的东西利益啊 缺蛋就搞超市啊 然后缺疫苗 就开始搞高端啊 所以满脑子想到 透过无能来赚钱 你也要佩服他的创意 是啊 所以这个上志 所以现在是 他们都有油水可捞的话 谁敢挡我财路 我就要攻谁啊 绿营侧益啊 还有包括绿营人士 猛轰的就是 林北好油了 不是吗 对 不过今天我先讲 所以我在昨天看到 他们讲转型正义 说要把中正纪念堂 中正纪念堂要拆掉 要都庚 我就立刻想 要把中正纪念堂 这块土地 又要给哪个绿油友集团 去炒地皮 要盖房子了 我第一个反应 已经直觉 联想到那里去了 就可以知道说 现在民进党 只要有任何的 他们找到政治理由的机会 国家的人民社会的危难 疫情也好 鸡蛋缺 只要任何需要政府要补贴 或当中可以任何 可以上下持久的中间段 全部 我们如果放眼 最后把蔡英文执政 这七年倒推回去 特别是最近的 这几年当中 这样子的手法 在疫情已经 疫情从口罩开始 这个套路 发现好适用 变成是像瑞士刀 万用刀一样的 万用模式的时候 几乎就往这个方向去了 只有连蛋都是这样子 所以这次在林北好游 我们真的很感谢 因为我自己作为 一直很关注林北好游的 这个 因为他是一个农业的 非常专业的 这个粉丝专业 所以他在里头 在过去历来来想 他并没有 他其实并没有 真的就是要什么 监督挑战政府 不是 他因为是很熟悉 他就在做很多农业 相关的贸易 所以做了几十年 所以他非常清楚 实际上在农业当中 各行各业的东西 所以往往都在那里 我们找不到答案 或者是我们 其实是媒体 已经比一般民众 更了解很多 这种政商之间的脉络 而林北好游 这是更厉害的 所以他这次 因为整个可以说 超私当中很多的 无论是我们这些政论 媒体圈的名嘴 连记者都搞不清楚的内幕 基本上都是搞林北好游 所以我都觉得 他的人身安全 所有的网民们 都要特别的要照顾他 所以因为他最近 因为出国去 但他的朋友都笑他说 要去出国避风投意 民进党应该在追杀他 可是我就看到 有很好玩 就是有发现其他的网友们 因为发现在香港 发现林北好游的踪跡 还拍他的认识他 拍他的背影 还说要好好地保护他 在国外要保护他人身安全 但是他这里头 其实林北好游 在这一次 特别是昨天 他所披露的 因为现在就是民进党 发动太多太多 侧翼太多太多民进党 这些外围的部分 全部在攻击他 在修理他 到非常严重的地步 然后在他的 这对他的粉丝也去检举他 所以他因为火大了 所以终于在昨天把这个 最关键 就有关于这个保存期限 另外一个让我们也很震撼的部分 也不管是 不过不止超私 我自己很惊吓是 是那个有有鸡大便的 那个就大家都看到 就有很多鸡大 就是说进口 但全都上面沾满了大便 因为这当中包括 沙门氏感菌 跟就只要有大便这件事情 那根本就是很恐怖的 而且我想说你流到外面 在外面零售商的时候 很多不知情的妈妈 我妈上海 说有鸡大便 这应该很新鲜吧 殊不知他就是可能是三个月 还上面还有鸡大便 而且我觉得这次也 离拜好留才告诉我们 才理解说 为什么席选蛋 在这次巴西蛋 是最危险的 因为如果 因为110天在巴西的要求 他是要在冷练 两度到五度 低温 接下来才是三个月 低温 低温 110天 要超低温 所以他只要 我们现在还不要假设说 他在巴西已经没有低温了 如果真的连船 坐船来之后 到台湾 所有的过程 就是令北好 有这种专业 他提出说 因为就上面很多鸡大便 后来发现真的不行 很多建口上没办法 所以才要开始做清洗 而在这个清洗过程 事实上 他是45度到47度的温水 其实有点烫了 47度如果去泡温泉 你是屁股会被烫到的 是很烫的 你的手是没办法 是这么样高温当中 才能把上面的 脏东西鸡大便洗掉 所以洗掉之后 他已经是从冰 到已经有点半温 的时期之后再冷却 可是都知道很多洗洗 但他洗完之后 他要降温的时候 不会再把它冷却了 就在室温 所以李美好有的居指说 当这样子你历经 冰火多重天的这些蛋 你不要说在台湾一个月 这保鲜器没有了 单单在台湾 你一旦经历过这样的话 可能你都要注意 要在一个礼拜 或两个礼拜内 新鲜在台湾的 你就要把它吃掉 更不要说 你已经来了多久了 你放在超市那边 可能还没有在冷占的环境里头 又不知道放了多久 你还就清洗已经47度 洗完之后就把它试温 难怪我们就讲说 真的很多 现在曾经买过巴西 现在网友上讨论很多 你只要买过当中 他说买了十个蛋 十个蛋 一打当中 就是四个五个就烂掉 臭掉的 比例非常非常高 大家就觉得 怎么会这样子 原因 李美好就把你讲得这么清楚 所以我说在这次的过程里头 超市的这次鸡蛋的部分的问题 所产生的这样子的弊案 这里头已经不只是 陈吉仲为主在农业部 他整个在整个处理这个蛋荒 这样当中 有那么多的弊端 而实质这些蛋进来之后 所面临这些专业的问题 刚刚讲你要习选之后 可能很快这蛋坏掉 陈吉仲 里头没理你 想都没想 然后你不要说臭掉当中 自认倒霉 而这里头里面的可能的毒素 里头的危害 要知道吃蛋 尤其小朋友吃蛋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 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您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